哈喽大家好 我是史上最飞飞飞飞飞 飞球的军阳兄 暗需突围最终措施正式开启了 这次更新了很多新东西啊 尤其是枪械方面 更是出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但是新武器 我这种飞球都买不到啊 这不蹲守了好长时间 才好不容易强到了一把新武器 9毫米的维克托 这把武器也是很经典了吧 只要是个设计游戏 应该都有这把枪吧 但是暗需突围里的这把维克托 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啊 果然是最硬和最真实的手游 看着改装 想要怎么改就怎么改 还能把机匣换成这样的一体式枪托 兄弟们帅不帅 是不是有未来武器的那种科技感了 既然是好不容易才想到的 必须蛮改还呀 换个长枪管 换个可以加握板的护木 消音器 提光 还有最重要的50发的大弹鼓 应该会很贵吧 没想到给一把这么帅的枪 才不到2万块 良心啊 再来点好子弹 走走走 好像训练场也改版了 正好去试试枪 总都变成三级甲三级头了 哦哦 这么智能了 可以随时切换甲人的护甲和头盔 改得很不错啊 看来这个游戏真的是诚意满满啊 以前不方便的地方都修复了 AP63打三级甲的甲人 简直就是顺秒 而且你们发现没 维克托这么改 人机真的很高 开进非常快 可以可以 我就喜欢开进快的枪 这维克托深得我心呀 枪使好了 该办正事了 去农场欺负欺负萌猛新咯 新赛季飞球第一场 看看咱们的表现如何 雷汽车旅馆很近 正好我的维克托近战才厉害 走起 附近AI还没升成呢 直接去卧室门口的保险箱搜一波 毕竟我只知道这一个位置 来个好货吧 情报最好了 好吧 一个手环 价值4000块 还不错还不错 再把保险箱门关上 整股一下等会过来的玩家们 好了 接下来就是边搜边等玩家上门了 得 等了半天玩家没等到 发现了一个小AI 直接带走 玩家呢 玩家呢 不会都是萌新不敢来吧 那我再轻轻AI 制造点枪声 总能吸引玩家过来吧 看到没有 维克托不仅很帅 而且也很好用啊 尽管有枪声 正好我打AI打得无聊 直接冲 在哪在哪 就在前面 surprise 这俩玩家都傻了啊 看我直接秒杀他们 可能是我改的不好啊 打远距离的敌人有点飘啊 但是你别说 竟然还飘到敌人头上去了 不怪我 吃着把枪有了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 拜拜 远程还是点色爆头比较好用啊 远程扫射真的不好控枪啊 等等 子弹用的也太快了吧 50发的大弹鼓直接用了一大半 老弟们玩这把枪的时候一定要多带子弹啊 打几个AI杀了两个玩家 子弹就基本打没了 不说了 舔包 因为八级的小萌新 头盔不错 我的了 第二个也是个小萌新啊 算了算了 我都懒得舔了 这边还有枪声 在这儿 玩家SCA我都已经进场了 也是一堆垃圾装备啊 兄弟兄弟往哪跑呢 光跑累不累啊 躺下休息会儿吧 不会吧 又是个AI 子弹前都回不了本了 回得了 没想到啊 玩家伪装者竟然有一把带背镜的墨新 不错不错 可惜没有找到大佬啊 好吧 农场哪来的大佬 还是赶紧升一区北部山区吧 我转悠了半天啊 好像整个农场只有我一个活物了 无奈只能撤离了 才挣了不到五万块 又是飞球的一天呀 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摸个情报啊 总的来说这把维克托近战超级猛 射速快 人机高 在这远程就相对来说 比较不行了 只能说不太适合农场啊 但是看这个 新地图电视台 这个图可全都是近战火拼的 还有改罐名的军械库 现在叫前线要塞 维克托就适合这种短冰相接 拐角遇到爱的地图啊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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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